哈喽大家好 我是荷儿 今天我穿着夏季最潮的穿搭 来吃一下你们老师推荐的拉拉泡芙 今天势必一居拿下 坐了一个小时的公交车 屁股都要坐麻了 但这个物价我真的是爱了 从8元到12元不等 真的好便宜 第一个吃的是我疯狂 暴盾100次黑芝麻味的 天哪我吃不下 黑芝麻味巨浓 而且我很好吃 黑芝麻现在就泡肥 哇塞超满足 超满足啊 哇我跑那么多公里了 其实很不错 就是老板能不能做做外卖呀 我带够泡腿也行啊 真的好馋这一口 吃芝麻味特别浓郁 浓郁到呼嘴 我天 我这个跟那个奶砖一样 这个是乳酪馅的 哎呀看我的小表情就是那种 想给你们分享炫耀的感觉 这你们应该用的是纯乳酪 这口感非常重 哇 吃一口展示一下不为别的就为了馋一下你们 它这皮的口感有点像那个波罗包 其实没有很酥 但是这个馅料实在是太顶了 我很怕 奶香味特别重 这个是巧克力的 你们看到了吗 下面全部都是这个底子 好像跟个包子一样 哇 这巧克力酱超级好吃 哇这家泡芙好好吃啊 我天哪 我天哪 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西数泡芙了 如果你们很喜欢那种 那个叫什么卡士达酱是吗 偏一点那种轻盈感的话 西数泡芙是比较好的 这个真的是超级浓郁 我目前没有吃到过这么浓厚的泡芙 这个料简直了 我的巧克力脑袋我真是 我已经没有智商了现在 我愿意为它做一辈子小剂 还有一个这个是栗子的 你们看这个太扎实了吧 我的尺痕都在上面 你只是个泡芙哎 为什么要这么卷 像像马卡龙一样 这些的馅是我目前 我有吃到的最甜的一款 你们可以看得到吗 哇鱼有点甜了 上面还有橙橙橙橙油吗 有些面包能不能学一学 一个泡芙真的把你们打败 这可能的话我不是特别推荐 快要超越我那个甜度极限了 但是我想说一下 西数泡芙的皮做的比这个要酥刺的 尤其是那个千层 这下泡芙店如果你们离得近的话 我强烈推荐你们去试一下 那些口味真的很不一样 你们推荐的针对 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 好了